作品 我反而沒有說回去是我的工作 我反而是覺得這是我自己本來就應該要學的 應該繼續傳承下去的東西 很少用分數去定義整個作品還有品牌 所以我們都會用互相要求或是互相鼓勵的方式 部落有太多很美的工藝 很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和我們一樣做部落的工藝 我們在一起做的工藝